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很不信 为什么 这个时代的真正学佛的人没有了 在古代 一百年前 一个世纪之前 佛门那些大子 无论在家出家 都能讲得出一番道理出来 现在没有了 在家人讲不出来 出家人也讲不出来 我们被在学校里读书被误导了 学校老师告诉我们 宗教它迷信 佛教尤其迷信 这是我从小在学校里面 学的概念 佛教为什么 尤其迷信 高级宗教 人家只拜一个神 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佛教什么都拜 这什么都拜 这叫多神教 叫泛神教 多神教 泛神教 是宗教里头的第一级宗教 我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 这种观念 所以长大的时候 对宗教的时候 碰也不碰 迷信 看到别人烧香里面 迷信 在旁边 在旁边笑话 我们生活在这么个环境当中 我要不时遇到方东梅先生 这一生当中 跟宗教去倔缘 我跟方老师学这句 那边的照片叫方老师 我跟他学这句 他跟我讲了一部 这句话 我非常感激他 最后一个单元 讲的是佛经这句 我当时非常压抑 我跟老师讲 我老师 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尤其是泛神教 第一级宗教 他怎么会有这句 那一年 我二十六岁 老师差不多是我父亲 这一辈子 他大我应该 大我二十多岁 他告诉 他说你年轻 你不懂 我们学这句 释迦摩你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哲学家 这我从来没听过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 这说 释迦摩尼佛是哲学家 我很压抑 他说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接触佛教 我接触佛教是从这个阔堂里头 听到的 这样改变了我过去错误的看法 小的 小的这里有好东西 老师又特别祝福 古时候 佛门里面这些高僧大德 真的都是大学文家 都是有道性的人 有道德 有学文 这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要学佛经哲学 在哪里学呢 在经典 你到寺庙去看 已经看不到了 寺庙有经典 你到经典里面 你会找到 这一个方向非常重要 如果老师们 预先没有这个指点 我到寺庙一看 这些出家人 我觉得他还搞迷信 会对老师所说的话 产生怀疑 他就把这个路子 给我安排好了 你去到今天里面下功夫 那么我们的好处 就是老师听话 真感 从那个时候解祖 到今年59年 明年就一家子了 就60年了 60年的修学 证明老师的话 一点都不错 而且还发现 佛经里面 不但有最高的哲学 还有最高的枯学 再放眼看看 现在的世界 哲学里头 不能解决问题 枯学不能解决问题 原来在佛经上全有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讲清楚了 真了不起